消防不斷向鐵皮屋裡射水灌溝 一架停泊在鐵皮屋旁邊的客戶車受火勢波及 車主親友雖然立即將車駛離火牆 但大火的熱力已經將左邊的車身部分零件熱溶 車身的外殼也都被分黑 14個居民要自行疏散去到安全的位置 中電緊急人員也都到場協助檢查電力系統 星期五凌晨 警方接獲元朗港頭村的居民報案 指村裡一間鐵皮屋發生火警 據悉曾傳出爆炸聲 消防初步調查發現有兩個男人曾進入鐵皮屋 之後鐵皮屋就起火 消防相信火警原因有可疑 案件列中火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案件中也沒有人受傷